新疆队大厨奔赴三千多公里来到朱继 只为让队员们吃上家乡的美食 相信大家也知道 随着窗口机的到来 多只球队相继都已经返回了自己的主场 并积极背战下一季弹的比赛 但新疆队显得留在了朱继 好让球员们能够有冲突的时间背战下一季弹的比赛 而且新疆队之所以显得留在了朱继 也是为了让球员们能够更好的背战 要知道朱继基于侮辱目几可足足有三千多公里 来回折返的话不止耗时 甚至队员们还需要重新调整自身的状态 还不足够在朱继背战呢 这样说不定效果反而会更好 但为了让球员们能够吃上家乡的美食 所以俱乐部将厨师长陈美波和厨师张富林两人接到了朱继 先满足他们的口腹之语 然后再说训练的事 不得不说 新疆队为了让球员们能够更好的背战 还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 其实这也是必然的结果 相信大家也知道 新疆队正处于心脏交替的关键时刻 为了守护新疆队的荣耀 他们必须好好背战接下来的比赛 而且第二阶段的比赛将决定了新疆队的最终命运 所以由不得他们有半分松懈 虽然目前的新疆队以七年军为主 但他们在当前赛季的表现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因为多名年轻小将已经有了很明显的崛起趋势 他们就是麒麟 唐台玉 唐土布拉 若布卡地江与朱传宇等人 只要这些年轻小将能够顺利崛起 那么一切都值了 而球队大厨帮颇三千多公里来到朱继 为的就是让他们再次感受到家乡的温暖 从而潜力备战第二阶段的比赛 和助力新疆队重回荣耀巅峰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